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传密婚生女,黄景于前妻录音档流出 中国流量女星迪丽热巴从去年就传出怀孕消息, 虽然她在上个月穿着紧身衣出席直播活动,但被曝出是早就拍摄完成的影片, 而传出她密恋对象就是曾与她合作幸福、触手可及的黄景于, 两人绯闻传得沸沸扬扬,还有工作人员证实已经交往四年。 就在恋情几乎实锤之际,黄景于前妻王雨昕过往的录音档却流出, 内容是王雨昕质问黄景于为何还不与小三张衣裳切干净, 而迪丽热巴被扯入这桩案外案,可谓这段关系中最倒霉的人。 黄景于感情世界扑朔迷离, 她在2018年爆出与画家王雨昕密婚生女, 又因家暴离婚,但黄景于方面仅承认是和平分手, 丝毫未提及结婚一事。 事隔四年多后,前天情人节当天, 王雨昕不满遭黄景于粉丝谩骂多年, 火大发文指出, 所以我较劲的真是因为你们不信结婚这是吗? 是你们对一个女生的敌意和乱编造谣, 最基本的做个善良的人或者人吧? 而后又流出当年她与黄景于的对话录音, 当时黄景于承认婚内出轨, 这种启示发展成案外案, 让网友傻眼, 直指黄景于, 哪来什么人设崩塌, 从来都是原形毕露。 黄景于当年不承认与王雨昕结婚, 事后只承认两人和平分手, 但传出黄景于婚内出轨对象就是张艺上, 她还曾跑到正宫面前叫嚣, 相当嚣张。 这段黄景于与前妻王雨昕的对话, 内容中南方承认她婚内出轨, 王雨昕哽咽问黄景于说, 你们俩特别相爱呀。 黄景于则说, 她这样跟你说的。 一集张艺上不仅当小三, 还跑到正宫面前叫嚣, 使得王雨昕相当崩溃, 透露张艺上还曾跟她说, 不相爱的话, 我们俩为什么会在一起? 我都知道有你的存在了。 迪丽热巴与黄景于绯闻传了多年, 没想到如今爆出黄景于过去有婚内出轨的黑历史, 不少粉丝都相当心疼她。 从内容中可发现, 黄景于并非第一次出轨, 还骗王雨昕已经删除张艺上的联络方式, 没想到张艺上想要上位, 所以跑到王雨昕面前枪声, 态度十分嚣张。 王雨昕哭着问黄景于说, 她说这样的话, 能不刺激到我吗? 你告诉我。 黄景于还结巴解释, 不是, 要怎么样你才能相信我。 事实上, 黄景于当时与张艺上在合作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时, 就传出背着老婆王雨昕开房的传闻, 如今更做时有小三恶名。 网友指正, 曾看到黄景于在有婚姻关系期间到日系品牌买睡衣, 最后衣服却出现在小三张艺上身上, 而且张艺上拍照的地点正是黄景于婚房。 另外, 有网友曾撞见黄景于到日系品牌买条纹睡衣, 由当时时间推测应该是买给老婆王雨昕, 结果隔天就出现在张艺上身上, 他还大啦啦拍照打卡, 网友对照背景就是王雨昕的家, 爆料者也指称, 黄景于前一天晚上去买衣服, 第二天早上, 张艺上就穿着衣服在黄景于和王雨昕家发自拍。 不少网友直呼张艺上真的非常嚣张, 认为迪丽热巴真的十分可怜。 网友推敲, 认为黄景于也已经和与张艺上分手, 之后热恋迪丽热巴, 但碍于黄景于这段婚内出轨的黑历史, 所以迪丽热巴迟迟不敢对外公开和黄景于的关系, 也不能公开否认, 只好默不吭声, 沦为这整起事件的受害者。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